90年代的影壇女神張敏日前分享了她的最新近照 她的動靈靈樣子和30年前一樣,震驚了不少網民 照片中的張敏戴著眼鏡,化了淡妝,很清純,十足少女 她留言大讚自己的瘦髮 張敏已經56歲,但完全看不出歲月的痕跡 有許多網民都留言大讚她很美,又說自信就是最美的表現 和問她為何可以沒腦過 周星馳主演的電影中,有不少綠葉配角都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出號《甜筒輝》的鄭文輝就是其中之一 她曾經演出周星馳經典電影《食神》和《喜劇之王》等等 也試過為不同電影做幕後工作 後來轉去漫畫周刊做監製 近年她成立製作公司榮勝老闆 每年都會投資七位數拍片 在內地和香港都會參與製作 日前《甜筒輝》開始抖音帳號 其中一個發布片段是以感謝星爺為題 她說當年臨時被星爺捉去做演員 沒想到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白兩金》在90年代憑著醜男的形象獲得周星馳的賞識 因為飾演搞笑、騎膩的醜角而獲得觀眾的喜愛 最近黃一山和白兩金見面 曾經經歷身家過益和破產的白兩金 更加將金鏈送給對方 非常之豪氣 片中可以見到穿著西裝的黃一山 和戴著粗金鏈的白兩金握手 還表示最近金價季 更建議白兩金財不可露銀 白兩金聽到立即豪氣地脫掉金鏈話送給你 另外穿著白色上身衣的白兩金 手帶著巨型金戒指和金鏢 相信她在內地都發展得豬龍入水 五十歲的蔡少芬和張俊結婚十六年 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有指向鍾意投資賣樓的蔡少芬首持九個物業 市值近兩億 被封為圈中樓後 她近日現身韓國女團的演唱會 穿著樓肩上衣大素白話後頸和尾背 身邊的觀眾都紛紛舉機拍下蔡少芬的美照 但後面的觀眾就用手指兩度 督蔡少芬拿露的背部 似乎想叫蔡少芬另著面對鏡頭 有網民見到這個舉動之後 都批評那個觀眾極無禮 說拿著手機一邊拍一邊督別人拿露的後頸 感覺很不禮貌 大家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ch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成5% 連結放在資訊欄精打細算的你 不要錯過了 何超雲自從2022年被爆 和任職高級消防隊長男友定婚之後 就不時都會公開放閃 超雲的未婚夫也早已融入她家 甚得她家人喜歡 最近何超雲和未婚夫去了旅行 連日來都撒出了很多美照和片 當中當然少不了和未婚夫的甜蜜合照 她們看起來越來越有夫妻相 何超雲自2013年和陳生聰分手後 就很少現身公開活動 作風低調的她 去到近年才比較多更新社交平台 自從她和未婚夫拍拖之後 更整個人的狀態都變得越來越好 人都越來越漂亮 郭富城十三場紅館表演終於圓滿結束 晴晴在後台都說不夠厚 看到美場老婆和兩個寶貝女都有捧場 她很開心 還有媽媽又在這裡讀好時間 大寶就要上學 但我問她你拍不拍辛苦 明天要起床很早上學 她說不拍 無論如何都要撐爸爸 你想想想 真是好想 當然是 晴晴近年迷上了自畫 演唱會她也有加插畫畫的環節 她究竟會如何處理這十三張大作呢 所以整體我覺得最難忘的演唱會 我想是畫畫的部分 判墨的部分 因為這四年中 我自己喜歡自畫這件事 是我自己的嗜好 我都是培養了我自己 給你另一種藝術的 或者創作的空間給自己 因為當時我們不可以做演唱會 四年前疫情的時候 變成不可以跳舞的時候 有很多想表達的動感 只能放在畫紙上 變成慢慢覺得 當我創作完一件事 就像我跳完一拍舞一樣 很喜歡很喜歡 還有很多顏色是我自己去選擇 有時你未必會是 平時你穿衣服也穿不到那麼多顏色的 但是反而我在畫紙上 我會用一些比較少人用的顏色 放在自己身上 就很個人化 這件事我覺得很有滿足感 所以今天我就是 在今次的演唱會大膽去做這件事 現場去創作 一共有十三張 十三張十三幅畫 有機會會做一個展覽 我相信會做展覽 其實裏面還有幾樣東西 譬如我的字 譬如我剛才也說了 我有一張三十張你的字 其實這三十張是我精挑細選出來的 和我老師一起選擇 我寫完之後 我寫完之後 讓我老師一起去選擇 大家就選了這三十張 我覺得是最漂亮 最能夠代表我對歌迷的一種感覺 47歲的蔣兒曾經是知名超模 賦怒不少粉絲 她是2013年嫁給珠寶設計師之後 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開始淡出幕前上夫教旨 最近她就帶上兒子拍片介紹內地餐廳 蔣兒不停擺漂亮姿勢自拍 但跟她一起的兒子 樣子就有點不耐煩了 不少網民都說 如果兒子不想出鏡 就不應該爭取流量而帶兒子拍片 給小朋友有個愉快的童年 陳麗香這日現身尖沙咀出席護膚品牌活動 鄉鄉說自己都挺貪美的 被問到有沒有因為出門口化妝太久 而被老公投訴 她就說 沒有吧 我沒有聽過 不知她有沒有想過 但我沒有聽過 但我覺得 扮美這件事要有不同速度 你有Slow Mode 還有Fast Mode 假設 我知道要出門口很快 我也有三樣東西一定要拿 防曬、粉底、唇膏 但有多些時間 我可能帶了整個化妝袋 慢慢化整個妝 才出門口都可以 向向都有一段時間沒有拍劇 她透露年底有機會復出 現在聊天 希望有好消息 因為自己都很期待 因為都用了幾年去 努力照顧小朋友 他們都開始大了少少 少少 大了少少 對 自己都想做回自己喜歡 老公都支持 如果真的 到時有好消息 跟大家說 但是你不怕 拍劇的惡情 可能很辛苦 老公都怕你捱壞 怕啊 怕啊 有一點點忘記了 所以到時就醒了 我怕你捱身 會走樣 我不覺得我會走樣 欸 我怕你還有什麼 我怕你